从国际品牌中我们能了解名字背后的意义 学习国外的文化背景 更加能发现原来一个著名的品牌背后 有这么多丰富的故事 国际品牌在文化韵味上也是煞费苦心 它们会从诗句、圣经和人文古迹当中取材 甚至有些外国品牌还将中华文化都融入进去 赋予品牌深刻的内涵 咱们举几个比较经典的例子 Sephora 斯福兰是圣经典故当中摩西妻子的名字 一位极美丽、智慧、勇敢和慷慨于一身的年轻女性 斯福兰象征着高雅、快乐和自由 这与斯福兰化妆品专卖店的经营理念非常吻合 赋生堂这个日本品牌的名称的起源具有历史意义 它来自于中国《易经》当中的智灾昆源、万物滋生 把东方的哲学很好地融入到国际品牌理念当中 Innisfree 月风诗银 这个词实际上是出自英国诗人叶芝的诗 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 它表达了人们对回归自然的渴望 这个名字非常符合月风诗银天然的气质 Revlon 路华农 这个品牌的名字是Refson兄弟和化学家Letchman的首字母L的组合 中文翻译名字叫做路华农 其实是出自于李白描写的杨贵妃的清平词 云响衣裳、花响容、春风俯瞰、路华农 引进句点用谐音给人一种高雅艳丽的感觉 Avon或者是Avon 亚方的创始人原先是一个不太有名的书商 他调制了一款玫瑰味的香水作为免费礼物 吸引人们去买书 结果这个香水非常的受欢迎 于是他就决定放弃卖书了 转而创办了香水公司 起名叫做加州香水公司 他去世以后儿子接管了生意 改名为Avon 源自于莎士比亚的故乡名称 Stratford-on-Avon 还有一些看似不惊心的悸动 却让很多国际品牌创始人 萌发了联想 Lancôme Lancôme的名字来自于一座城堡 Lancôme的创始人在度假的时候 来到这座城堡的遗址 还碰巧看见城堡的周围 长满了黄色的小花 于是城堡和小花就成了他品牌的标志 Ugg 第一双雪地靴诞生于澳大利亚 Frank Mortel在1958年将他生产的羊皮靴命名为Ugg Boots 因为他的妻子说他生产的第一双羊皮靴很丑很Ugly 另一些说法是说 这个词是由早期的Fog Boots变体发展而来的 Fog Boots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所穿的一种靴子 Ugg Boots这个词在澳洲非常常见 根本算不上一个商标 直到1978年有人将Ugg在美国注册成公司 80年代时还注册了商标 Ugg才成为了品牌 Mabelin 20世纪初Mabel Williams 把玫瑰和凡士林混合在一起涂在睫毛和眉毛上面 让它们变得更黑更饱满 于是睫毛膏就诞生了 他的兄弟给他创建了Mabel实验室 最后呢实验室的名字Mabel和凡士林Vasselin组合在一起就成了Mabelin Relix 劳力士创始人希望他的手表有个简短的名字 让各个语言的使用者都能叫得出来 他尝试用各种方式去组合英文字母 就是没有满意的 突然有一天他在骑车的时候 劳力士这个词就在他脑海当中飘过 其实这个词没有任何的意义 只是听着比较朗朗爽口比较爽 但纽约大学商学院的一篇论文指出 其实创始人也有考虑到Relix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像钟表滴答作响 Ralph Lauren 这个时装品牌名字源自于他创始人的名 但不是他的原名 Ralph Lauren原名叫做Ralph Lipschitz 他在16岁那年改名了 因为他实在受不了 名字里面有个shit 屎的意思 Lipschitz听起来就很像脏话 以至于他经常被同学们嘲笑 说了这么多国际品牌背后的寓意 大家来猜一猜品牌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Brand 品牌源自于古挪威语单词Brand 指的是给牲畜打烙印 从而证明自己是牲畜的主人 品牌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直被频繁的使用 17时代的洞穴壁画表明 早期的人类可能用胶油来标记牛 古代历史当中 中国 印度 希腊 罗马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淘气制造者 用雕刻来区别自己的产品 到了21世纪 品牌不仅意味着所有权 而且代表了公司的价值观和理念 品牌的形式五花八门 但归根结底啊 有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 那就是赢得客户的信任和忠诚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品牌有什么见解 也欢迎给我留言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请记得给我三连哦 请记得给我三连哦 请记得 Muziek